高晓松当年黄启山能称霸整个一亚洲,汪峰没名气,只能给他当伴唱。 高晓松给大家的感觉,一直都是长发,眼睛没脖子,确实高晓松在长相方面没有任何优势,长得确实很丑,可是高晓松的才华是一般人达不到的。 他毕业于清华大学,上大学的时候学习的是电气工程学,但是他对音乐也非常喜欢,在大学的时候就创作了很多歌曲,同桌的你就是高晓松的一个代表。 如今他已经成了著名词曲作家、音乐人、导演、制作人、主持人等等于一身,才华横溢的他也去到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妻子,在歌坛有很多高晓松非常欣赏的歌手。 黄启山就是其中一位,如今黄启山被称为黄妈,确实歌技非常厉害,但是年轻时候的黄启山也非常厉害,当时高晓松给他写了很多歌,但是黄启山并没有什么名气。 在他年轻的时候,汪峰还是一个很小的角色,在高晓松给黄启山做歌的时候,当时就找来了汪峰、小柯、古风三个人给黄启山办唱,因为当时高晓松认为,黄启山的歌唱水平可以称霸整个亚洲,很多国际的歌手都跟黄启山比不了,海豚英对他来说就是小菜一碟。 这也是酱月良才,高晓松非常用心地给他做歌。 但是事实过多年,黄启山虽然在我是歌手上火了,可是他并没有达到一线的水平,而汪峰已经成为了中国摇滚乐的代表人物。 有太多首经典的歌曲,而且深受大家的喜欢,传唱度非常高,当我想你的时候,北京北京,你是我心爱的姑娘等等,代表作品非常多。 但是最出名的作品,还是将张紫怡取回家。 而黄启山只有两首,让大家非常佩服的歌,一首是灯塔,另一首就是离不开你。 所以,这两首歌也不是一般人能唱的,非常难,对高音和爆发力要求非常高。 黄启山唱的道时炉火纯青。